在秦岭深处的公共厕所门口,住了一晚,当了一天的所长 睡得非常好,晚上特别的安静 早上的话是鸟语花香,能听到鸟叫声吗? 现在我准备把东西收一下,然后把盛饭热一下 山里面湿度有点高,先风吹一下 米饭热一下 早上的话就吃点剩饭了 除了一点太阳,睡袋应该晒干了 这里的话是刚刚吃的饭,然后把这个锅给它洗一下 现在这样泡着 鸟语已经收好了,看一下这个鸟语有一些阳光 我给它换了一个帽子的,今天戴遮阳帽 今天感觉脸晒的都要脱皮了 准备出发了 这边这个花还是挺好看的 早上吃饭说东西弄的比较晚 现在已经中午了,赶紧走 再不走的话,今天可能还是到不了安康呀 看这个房子打了好几层楼的一个立柱啊 才把房子建的跟这些一样平 进入极栋 哇,这个镇子太陡了呀 全部都是上坡 建在上上啊 啊 好以为这个镇子骑一会儿就到顶了 一直在爬坡 急弯陡坡 减速慢行 一个大回旋弯 180度的一个回旋弯 这个花竟然是粉色的 有白色有粉色的 爬过一座山又来到了汉江边上 江边齐行好一点啊 虽然有点起伏,但是没有那么大 看这里 冷静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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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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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面又有一个好长的一个上坡呀 到早阳镇了 好像是个村吧 镇子应该还在前面 房子歪了感觉 路有一些沉降 前面这个房子好像也歪了 看下这个房子确实是歪了 你看跟正常的对比一下 斜了很多 让我过去 看一下这个房子 建的多好 没有歪之前就是一个小屏墅呀 但是现在已经歪了 因为塌陷了 又爬了个大坡 还没到顶啊 我这儿离我们有多远 吃点东西啊 补充点能量 再爬 都爬不动了 上午快五点钟了 上路走的有点慢啊 到现在他走了十几公里 前面有一个服务区 早阳服务区 在这个停车区打了一瓶热水啊 五点十三分 还有十八公里才能到达 还有安康站 应该天黑之前能到达安康市啊 还有一两个小时才天黑呢 到镇上来了 从刚刚那个服务区出来下坡居多 所以的话今天差不多能到 因为到那之前都全程上坡 要是一路下坡到安康就好了 这边路好走一些了 哎呀 有这么宽的一个飞机洞车道 在黄昏前到达安康市 这里是光庙汉江大桥 有这么多的飞机洞 我们就去赶紧叶热水 这边都去赶紧叶热水 银热水 也有凶油 搜索叶热水 课本上的大雁成人自飞 刚刚太阳落伤啊 又成了一字形了 哇 这个更像 这个更像人 又成了一 哇哇哇 远处就是安康市区啊 哇 好整齐啊 到安康市郊了 这里是安康的冰江公园 一个散步的地方 今天晚上就在附近找一个地方搭帐篷 整个安康市是横跨汉江梁 对面也是很繁华的 本来是想飞无人机上去拍一下 安康的城市航拍 但是没想到我刚好在这个 禁飞区之内啊 要到对面 对面就不禁了 这也真的好奇怪 就差那么一点 这边是好像是因为有个飞机场 在这边 可能是因为这个机场吧 所以的话禁飞了 一个蝴蝶结的形状 刚好把这个中心给它包起来了 然后两边应该是起飞的 只能去对面了 才能飞 这边大楼开始亮灯了 亮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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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下真亮灯了 大家看一看 秦岭深处的大城市 都是高楼大厦 楼梯走的 造的跟天梯一样 好多灯啊 直接穿过这个汉江大桥 我们到对面的市区 这样就能飞无人机了 桥上的灯它会变色 好像有三个颜色吧 绿色 粉色 蓝色 漂不漂亮 繁华的城市 业绩 从那边桥过来了 然后我现在找的路 营地就在这个桥下旁边 还有 700多米 从那边下去 然后右拐就会下到这一条路 这叫内黄路 就在这边搭帐 然后这里有很多卖吃的 哎呀 可以可以可以 这里还有 即将向右护方行驶 右拐喽 哎呀 300米后在道路镜头右转 现在来到桥底下 旁边就是河边的健身公园 后边就是我们刚刚看到的内黄路啊 现在这边还是挺热闹的 晚上在这边休息应该也挺好的 这个路也没什么车 那边 因为我没什么眼睛 和这个地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刚刚飞无人机上去看了一下夜景 确实非常的雪木多彩 晚上也不自己做了 在这里买一点吃吧 这是炒什么 炒个和粉吧 烤一个火腿肠吧 火腿肠 不管是啥 差不多 晚上就在马路边的路边汤 这个是一个烤串 然后还有一份炒粉 一个炒筐粉 还有一个火腿肠 你这教土地吗 我说你教土地吗 教什么土地 你是不是搞直播呢 没有 拍视频 拍视频剪辑视频的 对 刚刚吃完饭 然后现在去逛一下哪里适合 今天晚上搭帐篷 今天晚上就在这个汉江边上的人行道 后面好像是个工地 不知道明天会不会开工啊 开工的话就会很吵啊 躺在帐篷里直接看到这个汉江大桥啊 今天晚上已经到达安康市 明天的话我就没去住一个店了 因为好几天没洗澡了 然后还得给我的移动设备充电啊 我一般不喜欢晚上去住店 我喜欢白天去住店 因为可以有更多的时间去给我的电源充电 有时候那个充电宝充的比较慢的话 晚上去住个十个小时啊 十二个小时啊 充不满啊 所以的话我要白天去 充 早点入住 早点入住 这样能充满 感觉安康市这边的成绩还是挺好的 明天白天 起床之后去逛一逛 然后找一家便宜点的旅店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再见 朋友们